嗯,喂,大家好 哎,哎呀,我们这一段影片呢 我们要继续介绍那个 嗯,用TDFT做的激发态计算 OK,那我们上一集影片呢 已经介绍一点了 OK,然后这边呢 是多介绍一下 那个激发态计算结果的一个分析 然后搭配一个MotiveWayFunction的一个小软体 OK,好 好,那上次我们做了一个激发态的一个计算 OK,那这上激发态计算呢 我们来看一下 嗯,呃,该怎么说起呢 我们上次做了一个激发态计算 我们做了一个假存分子的激发态计算 然后呢 然后呢,OK 那我们先看一下上次激发态计算之后 那是output档案6个激发态里面的一些讯息 OK 好,因为上次好像稍微忘了提一下这个讯息 OK,我们上一个计算机 我们记得我们做了6个激发态 找6个激发态 然后全部都是singulate excited state OK 然后呢,上一次呢 这个我们有看到啊 其实这个我们前这个前6个激发态呢 嗯,这一个第三个激发态是 是还蛮是有比较大的吸收风的 它的那个oscillation strength是0.2011 OK,那那种正直强 这种transition dipole 这其实就是transition dipole moment的大小呢 那各位如果知道一点基础的光谱学的话 就是知道说这个transition dipole moment 就是这个可以跟它的这个 这个UV光谱激发态的那个吸收光谱的强弱 强弱是有正相关的 OK,那在我们上次这个激发态 所以说基础计算里面这个第三个激发态 它有最强的这个吸收啊 OK,那因为它的那个 呃,存息线 dipole moment是最大的 OK,然后这一个呢 OK,然后这个它的激发态的能量是9.80个EV 然后对应的波长是125点 125.95个奈米 OK,它这边已经写的很清楚了 那我们上次忘了提说呢 这一个是 啊 啊 这一个它这个激发态 哎,这个激发态是谁激发到谁呢? 它这边下面有一个数字 它这个8到10啊 它就是第8个molecular orbit 然后到第10个 激发到第10个molecular orbit OK 那这个8到10呢 它到底是 是HOMORUMO 我们看一下 我们这个甲醛分子总共有几个电子 我们往上看一下 我们这个甲醛电子呢 总共有 不是甲醛 不是甲醛电子 我们这个甲醛分子总共有16个电子 那16个电子的话呢 那16个电子的话呢 就是有8个molecular orbit 诶,我先画一下 诶,这不见了 啊,我的笔在哪里呢? 诶,这都不见了 啊,在这里 嗯,先打开一下我的画笔 我们把它移过去 嗯,把他移过去 这边 什么颜色呢? 这个颜色好了 嗯 辣小 对吧 OK 好,我们这个甲醛分子呢 总共有16个电子 因为8个α 8个β 那其实我们有16个电子 那其实就表示我们有8个分子轨道 8个mo OK,那为什么是8个mo呢? 这个 这个先不多讲 OK OK 因为16个电子呢 16个电子 因为暴力不像有定律 一个能接连填两个电子 所以这个分子大概有8个mo 写吧,mo这样不太好 应该是说occupy 我不知道没有拼对 好像错的话就请见量 OK 就是这个系统里面有8个占据的分子轨道 因为16个电子 暴力不像有定律 一个能接只能填两个电子 所以这边有8个分子轨道 OK 那8个分子轨道的话呢 那就是表示我们最高的那一层 Homo的话呢 其实它的编号就是8 OK Homo的编号就是8 OK 所以呢 回到刚刚我们想要解释的那一个 在哪里呢? 在这边啊 这边 先擦掉一下这个东西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一边呢 我刚刚我说过啊 这一个激发胎呢 是8 第8个到第10个 在这边 8到10 所以呢 它其实 所以它其实就是 它其实等于就是8到10的话呢 其实这个就是Homo 因为刚刚的Homo是第8个 那这个10呢 那所以Homo是8的话 Lumo的话就是9 Lumo的话就是9 OK 那所以呢 它8到10的话 这个要钱是从Homo跳到Lumo加1 OK 你可能会看到有一些讨论的话 会这样写 OK 好那这个就是Homo的鬼 所以这个第三个激发胎呢 第三个激发胎就对应激发胎 它相比最强了 OK 那这6个激发胎相比 这个6个激发胎 这6个激发胎中最强的吸收呢 它是从分子轨到底 就从Homo跳到Lumo加1 OK 然后呢 后面这个0.70594呢 就是说它这个所占的比例是多少 所占的比例是多少 它这个比例呢 它这个0.70594呢 0.70594呢 你要把它把它平方之后呢 再乘以2才是真正的比例 OK 那这个你算一下是多少 OK 0.70954的70 不是9594的平方 然后乘以2是多少 几乎是0.996 0.996 OK 那基本上这个意思就是说呢 这几乎是几乎是百分之百 OK 也就是说呢 这个激发胎啊 第三个激发胎 它从Homo跳到Lumo加1呢 这一个贡献 对这个激发胎的贡献是百分之百 OK 因为常常就是 因为常常有时候 你在有时候激发胎的时候 有些激发胎的话 它不见得是 它有些 它有时候是很多激发的混合 很多激发的混合 很多药签的 应该很多药签的混合 那像这个是没有混合 那就是百分之百 都是Homo到Lumo加1贡献 这个激发胎就是百分之百 Homo到Lumo加1的贡献 那比如说我们看下面这一个 这个就你看 这个就你看这个就是 它贡献的两个值 OK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第四个激发胎 那第四个激发胎 它7跳到9是什么意思呢 它其实它就是 它是两个要签的混合 它是7到9跟8到11混在一起 OK 那7的话 它其实7就是这个等于 就是Homo-1要签到 第九是谁 Lumo吗 OK Lumo 那7是Homo-1 那第二个是Homo 跳到Lumo 就是多少呢 14Lumo加1的话 那11的话 就是Lumo加2 就第四个激发胎 它也是这两个要签的混合 那比例它各在多少 是0.61946跟0.32580 但是这两个数字呢 并 我刚刚我说过 你必须把它平方来乘2 OK 把它平方来乘2 把它平方来乘2 才是真正的贡献的比例 所以0.61946平方等于多少 才乘2 0.767 所以上一个这个贡献是0.767 那下面那个应该是0.23多 如果没有错的话 因为这两个贡献加起来 应该要100% 0.32580平方乘2 0.212 大概0.212 OK 这两个加起来应该才接近100% OK OK 那我们看一下加起来好像是0.97多 0.97多 好像没有很接近100% 那可能还是有一些其他的要签存在 那可能就是它这个高悬 它预设值它没有列出来 可能还有一些 你们看好像差了3% 那3%很有可能是 还有其他的要签在里面 但是其他的要签 它的贡献实在太小 因为这3% 你跟这个70几% 20几%相比实在是太小了 所以可能 小于某个某个贡献的话 可能 那个要签小于某一个贡献的值的话 那高悬就是不会列出来 OK 所以这可能加起来有时候可能不会 好像没有到100%的感觉 OK 好那这个是G8tine的这个output file 这个的说明 因为我们上次好像没有说明这个东西 OK 好那这是这个前半部分 那我们还有另外一部分就是说 那个这个激发态呢 通常我们 激发态的 因为激发态这个东西呢 我们常常就是 画稍微画一下 我们刚刚上一支影片应该有画过 这激发态呢通常是长这样子 比如说我们就简单讲了 这个 它激发态之后呢通常会变成这样子 我们用Single Excited Stay OK 那这边呢 它激发完之后 Single Excited Stay 激发完之后 这边这个又会有空缺 会有空缺跑出来 对因为电子激发到上 激发到跟 可能随便讲 HOMO的电子被激发到LUMO 激发到LUMO的时候的话 那你HOMO这边会留下一个位置 那这个位置呢通常叫做HOLD OK 那这个 这边这个 那你这个电子挑到LUMO的话 这个叫电子 OK 所以激发态会有一个电子电动队 OK 电子电动队 有一个Electron Hall Pair OK Electron Hall Pair 电子电动队 OK 所以激发态呢 在那个激发那个瞬间呢 会形成那个电子电动队啦 OK 那这个有时候我们在看激发态的时候 会特别去看说 那个电子电动队它长什么样子 就是说呢 那个电子的激发出 那个电子电动呢 那个电动分布在哪里 电子分布在哪里 这个有时候对我们看看激发态 分析这激发态 这是一件还蛮常做的事情的 并不是说只有看这个 它是从谁激发到谁 然后比例多少 然后Energy是多少 当然啦 这也很重要 但是去看它说激发态的电动跟电子在哪里 这当然也是一个很常看 也是非常常做的一个讨论 OK 那这个 那我们这个 我们这一个要看这个电子电动 我们要借助激发态计算 然后把那电子电动呢 然后就做一个把这个电子电动队 除了看 除了看之外呢 除了看电子电动分布在哪里之外呢 还要去看说这电子电动队它的一些分析 那这个要借助有一个小软件 叫Multiway Function OK 那Multiway Function 如果你在计算化学业里面 你应该多多少少都听我这个软件 这个是一个中国那边开发的一个 波函数分析软件 那其实蛮方便的 而且那个是免费的 学术件应该是免费的吧 你看还没有商用化 OK 那所以我们就来这个来试用 用这个Multiway Function 来分析一下这激发胎 OK 那这个其实计算我已经先算了 那这个用Multiway Function 分析这个激发胎的话 在做激发胎的计算的话 上一整个影片我稍有提过 你要多加一个关键字 就其他算激发胎的这个关键字都一样 但是多加一个IOP940 9slash44等于4 这是Way Function 这是你要用Multiway Function 分析激发胎里面的唯一的要求 OK 它基本上不会改变之前的计算结果 它完全不会改变计算结果 它只是要让这个激发胎 它只是要这个选项IOP9 slash40等于是 只是要让高雄倒出更多的数据来 倒出更多更详细的数据 然后让Multiway Function去分析而已 它不会改变任何的计算结果 所以要注意一下 OK 这个关键字不会改变任何的计算结果 OK 它只是倒出更多的数据而已 OK 然后呢 要用Multiway Function的时候 这个Job我已经跑完了 OK 我已经跑完 可以节省大家的时间 那这个Multiway Function呢 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要分析用Multiway Function的软件 我们首先要把这个Checkpoint 转成这个Format Check Format Checkpoint 因为Multiway Function 好像大部分都是Windows版本的 OK 那所以 我们要先在这个Windows下分析这个Checkpoint 所以我们要先把Check转成Form Check 这样在Windows下面才能使用 OK 好 那这个 你如果拿到这个FCHK档的话 唉呦 先把这些东西先杀掉 嘿嘿 就是之前先试做一下 一些档案 OK 那我们把这个算完出来的Format Check档 跟那个计算完的Log档 Format Check档 FCHK档跟Log档都需要 OK 然后把它丢到你看你想要哪个资料夹 然后Multiway Function 我们把它打开 Multiway Function 把这个软体打开 OK 然后我们按两次Enter 按两次Enter 然后他就说你要读取什么档案呢 唉 那我们就读取刚刚我们做完的 转好的FCHK档 就抓下FCHK档 OK FCHK档然后点一下 然后这里面有很多选单 那我们要看一下的话 就是这个SPA Electron Excitation Analysis 就是激发态的分析 然后它是第18 那我们就按18进去 那我们要做什么呢 第一个我们比较常做是第一个 就是Analyze and Visualize Whole Electron Distribution 就是分析激发态的电子电动 电子电动的分布 然后除了看电子电动 我们还看他要去分析一下 所以我们就按一下E OK 然后他说你需要Log档 OK 所以我刚刚是连Log档一起抓下来的 所以你要把这个Log档给他 Log档的位置给他 那我们就直接Copy过来了 因为我们刚刚放在同一个资料夹 然后这边我们把它盖成Log OK 然后他就秀出这个几个激发态 OK 那我们刚刚有说过 我们这6个激发态 因为我们大概我们这几段影片就说 第三个激发态是吸收最多的 OK 最有最大的吸收缝 OK 那我们看我们当然最有兴趣 第三个激发态 OK 然后你按色 我们就选3 我刚刚在那边输入3 就是我要分析第三个激发态 然后我们通常他这边有很多选项 那这个Multiway function这个软体 他这个选项 他可以做的分析实在是非常多 我们没办法说 在影片里面全部都讲 我只简单讲几个最常用的 最常用大概就是第一个 这个里面这个选项大概就是第一个 分析电子电动队 OK 然后我顺便秀出来电子电动队在哪里 OK OK 那你就是按1之后 然后他要选择这个 就是你这个 这个格子点的 格子点的 这个格子点的精确 多少格子点来画这个图 OK 那当然 或是来做这个电子电动队的分析 用多少的格子点来做电子电动队的分析 OK 那当然越多格子点越好 但是他他这个会 会跑很久了 OK 但是因为我们这个很 我们这个分子很小 所以几乎几乎都感觉 你可能等一下你也感觉不出来 但是你如果分子很大的时候 或是你用的basis 很大的时候 这个就可能就会有 蛮需要一段时间 那通常这个2应该就很够了 2应该就很一般的系统 这个我们选medium quality 应该就很够了 别的我倒是没试过 但是2应该其实还蛮OK的 OK OK 2之后呢 他就跳出一个悬单 那跳出悬单之前上面 他会有一些分析结果 OK 那这边呢 他就会把那电子电动的一些分析结果 他会算了很多指数啦 那这个指数呢 这可能各位只能去 我只能让 就是只能教各位去 这个multi wave function的官方网站 看他的手册里面说 这些指数是什么意思啊 这这影片我才是没有办法 把它全部讲了 因为他分析东西实在是太多了 那简单讲呢 他可以算这种smsr 就是电子电动的 那个电子电动的重 overlap的大小 就电子电动的 那重叠的重叠高不高啦 OK 重叠的程度高不高 然后这边有一个低指数 低指数就是看那电子电动队的距离 大概是多少 OK 那我们刚刚看这个距离 只有1.4msr 就表示电子电动队的大概值星 大概只有1.4msr 就表示说这电子电动其实是 其实是没有分开的 就是基本上就是在同 几乎在同一个位置 没关系有什么叫在同一个位置 我们大家看一下要知道了 OK 好的 然后这边还有一些指数 还有一些分离指数什么 但是从这个低指数 大概就也知道 这个电子电动队应该是没有 分的不太好 OK 不是分的不太好 就没有分的很开 OK 好那下面 这个当然这些真的是 真的是拜托 如果你有兴趣 就真的去看他的手册 真的没办法把它全部都讲了 就是发时间太多了 OK 好那这边我们先要去秀一下 这个电子电动队的分布 OK第三个 这选项第三个 第三个 它就是可以把电子电动队的分布 都直接 两个都直接秀出来 OK 那我们按3 OK 那就跑出来了 OK 那这Motivate Function 它有一个简单的图形 这边可以做调整 OK 那电子是绿 它这个软体 它的电子是绿色 它电动是蓝色 OK 这可能就是你要习惯一下它颜色 那我们看一下 我们再调大一点的话 太大了 就是调E的话 BISO Surface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 这个电 这个甲醛分子的话 这个电动好像大部分都在这个 电动感大部分都在这个氧上面 OK 那电子大部分都在这个CH棒 CH棒上面 甲醛分CH棒 那这电动的部分 好像这个CH棒那边也有贡献一点 OK 这是蛮 这其实蛮奇怪的 OK 侧面看一下的话 这大概是 也难怪这个它电子电动队的分明 没有分得很开 因为这个电子电动队 这基本上都是在 都挤在一起 没有分得很开 OK 好 那这个就是这个Multi wave function 它可以去简单分析这个激发 它电子电动分布的一个状况 OK 那这个电子电动分布的状况 其实它这个分析软体也可以output出来 让你在这个高旋里面秀出来 OK 我们来示范一下 这个叫做natural transition orbital OK 那其实有两种做法 一种就是让这个Multi wave function 高旋形成NTO natural transition orbital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把 你可以叫Multi wave function 把现在目前画面上这个电子电动的分布 它这边可以output成cube档 OK cube档也是这个高旋可以读的一种格式 OK 你可以output成cube档 那把这个电子电动在高旋里面秀出来 OK 这个也这是一个方法 OK 那我们现在等一下 我们现在先示范一个 我刚刚讲的natural transition orbital的方法 OK OK 那个就我们要退回上去上一个选单 按0是return 按0return 然后这边它这边刚刚最上面的选项 有一个general natural transition orbital 按6 那我们要算哪一个 我们最有兴趣的第三个 OK OK 那我要把它转成fch档 ok 然后它说你的fch档你要给它位置 然后你要给它位置 然后给它名字跟它的 给它名字 然后还有它的路径名称 那我就写s3好了 ok 但是这个有时候它转成fchk档 有时候会发生说fch 转出来fchk档 那个gaussview就没有办法读取 有时候几率不大 但是还是有那个几率会发生 那你如果遇到这个状况的话 那就是我刚刚讲 用第一种方法就是output的那个cube档 output的cube档是一定没有问题的 那这个有时候转这种nto fch 转成nto的fchk档 有时候会转出来 你会发现它没有办法读取 ok好那这fchk档出来的 我们用高属于把它读 读进来看看 ok那你就读进来之后呢 你就到edit里面有mo ok tool里面有mo 然后这个时候的mo 已经不是molecular orbital了 这个时候是nto oknto 这时候是nto 这时候是nto 所以你应该会看到这个是百分之百 百分之百八到九 ok 这不是molecular orbital之后 抱歉 这不是molecular orbital 这是natural transition orbital 简单讲 他就是把刚刚的我们讲 刚刚讲这个电子电动把它localize 把它localize之后叫做natural transition orbital ok 所以不是什么 不是 在在在也不是什么分子轨道8 跟分子轨道9的那个 这个molecular orbital的形状不是 这个这边叫做natural transition orbital 那意思意思不一样 意思他这个不是mo ok ok 你如果听得懂的话 那就 ok 听不懂的话就先听着吧 ok 好 分子很小所以很快了 ok 那这个就是natural transition orbital 就是把电子电动都尽量localize 然后呈现给你看 ok 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一个 哎这个有点大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把它改成4好了 ok update之后呢 ok好的 我们来看一下哦 ok 好那这个电动呢 就其实跟我们刚刚讲的这个电动呢 这个电动呢大部分都是在这个 在这个电动 其实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氧上面 ok电动大部分在这个氧上面 然后呢这个CH棒呢也贡献了一点 就是电动 ok电动 电动 电动 那电子呢 大部分都是在这个 大部分都是在这个氧上面 他们的氧上面 ok ok 这其实也算是CH棒 大部分在CH棒 但是它是out of phase 那你刚 那你电动的这个好像 这个算是就是 这边这个CH是in phase ok那这边呢 那你这个激发态的那个电子的 它这边也是CH 但是变成是out of phase ok 那这边是in phase ok 那所以说这个电子电动呢 你看它这一块区域 它重叠的部分很高 可以看一下 你看它这一块CH这一块 电子电动重叠的部分 其实很高 ok 所以它这个是属于local的激发态 以属于来讲它是local的激发态 因为它这个电子电动重叠的部分 其实蛮高的 ok 那在氧这边倒是没有什么重叠 氧这边就是homo这边 这边氧是有比较多一点 ok 氧是有比较多的 多一点 ok 那就是氧的p的orbital ok p的orbital ok 论鲁膜的话 这是 大部分都在CH棒out of phase ok 那这你可以判别它是哪一种 哪一种激发态 它是什么PP star 什么的啊 那这个可能你要再去想说 这到底是哪一种激发态 这感觉就是PP star ok P到P 不是Pipe 对这是P到P star 就是P鬼域到P鬼域的要钱 可能是P鬼域到P鬼域的要钱 ok ok 好 好那这个就是暂时就是用这个 我们这个激发态算出来的时候 大概可以做哪些分析啦 ok 大概做哪些分析 然后去让你需要怎么用multi wave function做分析 然后用multi wave function 产生了电子电动队的这个图形 ok 那multi wave function 当然它自己也可以产生电子电动队的图形啦 ok 那只是说呢 其实可能用高10view做还是可能稍微比较 很眉宽一点 ok multi wave function那个是可以让你快速看一下 那可能做图还是要给高10view会比较漂亮一点 ok 好 那我们这影片就到这边啦 ok 那是有点讲的有点久啦 ok 那multi wave function是一个非常好用的一个 波函元素分析软体 ok 那 对啊那里面功能很多啦 实在是不可能把它全部讲完 而且他手持 他有手持 他有网路上有手册喔 所以大家可以真的是可以去读一下 而且他有些还有中文的 对他解说很多还很多还蛮有中 还有很多中文的 所以应该理解上应该不会很困难啦 好 那这个我们就暂时先介绍到这边 到这边啦 那剩下的我们之后再聊啦 哎 拜拜了 哦 哦 哦 呃